让晕船者服下一例什么作用也没有的药片 但告诉他这是特效药 心理作用就会让他不会晕船吗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流言终结者》第三集第二十集 大家好,我是山哥 每当《流言终结者》为了科学出海 亚当这个废物就要吐得直不起药 晕车晕船这种毛病可相当不好解决 用药吧,有副作用 非药物疗法吧 什么晕船袋,电疗和喷剂 貌似也不太起什么作用 不过为了解决亚当的问题 《流言终结者》还是要加以检验 杰米想出了能够保证让他呕吐的计划 他要做个类似太空总鼠用的东西 专门设计用来让人晕船的旋转椅子 但成效齐家 凯莉的任务就是仿制这台呕吐模拟机 静步引导装置加上旋转椅就能让人呕吐 这里终结者要科普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晕船呢 当你在船上时,你的眼睛告诉你 墙壁、家具和桌子都是静止不动 但其他感官、内耳与肌肉控制系统却除除并非如此 所以大脑就会收到矛盾的信号 这就是让人呕吐的原因 说简单些就是感官不协调 让大脑惨遭冲突的咨询轰炸 便能无法运作 装置很快做好 实验开始前所有人都要试做晕船椅 只有真正晕船的人才能辅助实验 呕吐专家亚当打头阵 仅仅三分半钟他就受不了了 下一位是杰米 凯莉使出浑身解术想让杰米中招 然而都半个小时了 还是毫无效果 杰米非带民晕 还觉得很好玩 凯莉托瑞都不是晕船体质 根本不受一字影响 轮到格兰 他比亚当坚持的时间久一些 十分钟后狂吐不止 他成了亚当的呕吐伙伴 每天都要接受一种疗法 首先是狗喷剂 使用方法是在有需要时 随意喷在舌头下方 但格兰在十分钟内喷了五次 毫无卵用 吐得想吐狗 亚当还不如他四分钟就受不了了 脸都绿了 等他们复原后 尝试下一种疗法 晕船套 用法也很简单 绑在手腕上即可 这次亚当先旋转 90秒后举手投降 格兰同样背下阵来 呕吐以两战两胜 任何晕船的人都知道一点 同时也经过科学验证证实 那就是导致晕船的不是上下的动作 而是前后左右的摇摆动作 最容易晕船的频率是0.2赫斯 大约是每秒摇晃五次 摇摆频率增高 晕船症状就会大幅降低 接下来要测试的是江药片 亚当吃下药片一个小时后上了旋转椅 经过25分钟的测试依然没有晕船 格兰也是一样 一点晕船的感觉都没有 看来江药片是很有作用的 最后一项是点击腕带 在P6真9点施语轻微电机 能减轻某些人的晕船症状 但对亚当和格兰来说并没有什么效果 经过四种测试后 亚当对旋转椅深呼痛觉 格兰的想法与之一样 恨不得把这破椅子砸烂 二人似乎都面临临床实验的老问题 心理作用 但杰米有切中腰害的计划 他会给两人吃药 说是药房买来的防晕船药 他们会认为这玩意一定管用 而实际上给他们的是没有用的东西 这次亚当以为自己吃了普通的晕船药 做了3分35秒 一点作用也没有 换上格兰之后 情况大有盖观 20分钟过去 他依然保持正常 还说这是他目前试过最有效的疗法之一 其实他只是吃了一粒维生素边 和晕船药没一毛钱关系 他被自己的大脑给骗了 这表示他先前的测试结果都不能当真 换上真的晕船药 亚当坐上旋转椅 呕吐被药物压制 格兰也一样 不过二人都出现了瞌睡的副作用 经过6次的呕吐实验 结果出炉了 药物对二人都有用 但吃了药肯定是有副作用的 唯一真正有效又没有副作用的是 浆药片 还是要因人而定 不过这足够正式留言了 下一条又是关于汽车省油的留言 说把卡车货门放下来 会比关上货门更省油 为了测试这个难题 捷米和亚当要开车跑沙漠一个来回 看谁先把油用光 他们找到两辆一样皮卡车 理数相同 胎压相同 负重也相同 为了确保油耗程度相同 格兰设下一套驾驶规则 一必须保持法定限速 二加速时要通过巡航定速控制 三不准跟在其他车后面 利用空气动力学省油 说吧 与捷米一人开上一辆皮卡车出发 选航速度设定在时速50英里 油箱里的油总计不超过30加轮 哥俩要长途驾驶 直到里面的油用尽 开出去150英里的路程后 油量还没有明显差别 行至一半路程 二人到休息站休息 两人用掉的油量基本都是半箱 天亮之后再次出发 如果留言属实 关货门的捷米应该比开货门的亚当更早没油 哥俩开了8个小时 行驶200英里后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亚当的皮卡车油量用尽 被迫停车 货门关上的捷米还在继续行驶 足足比亚当夺跑了30英里 这个结果与留言完全相悖 哥俩回到基地深入研究原因 必须想办法观察气流通过皮卡车的情况 还是效仿航天太空总署 打造一个甜甜圈状水槽 用一个悬外引擎 让水绕着水槽流动 在水流中放一辆皮卡模型 水槽装满水后 加入实用染料 以此呈现出 货门关上与放下所造成的阻力 但就算使用高速摄像机 也看不出有乱流或阻力产生 根据皮卡车设计者所言 后门关上时 车员后面应该会形成环形气流 能避免脚快的气流碰撞到卡车 让它直接从卡车上面通过 如果打开货门 就会破坏环形气流 快速气流会进入卡车的货床造成阻力 从染料测试的结果来看 这点很难让人信服 亚当用燕麦再试一次 这次果真出现了涡流 这就是神秘的环形气流 放下货门后直接将其打破 气流被直接拉入货床造成很大阻力 这样开车却是比较耗油 流言破解 最后一则留言 手指堵枪管 来自科幻小说 电影和卡通的老经典留言 如果有人用枪威胁你 你可以把手指插入枪管 如果对方扣动板机 枪管就会爆炸 炸伤或炸死枪手 而你的手指则会安然无恙 这则疯狂的留言 一般属于卡通世界 里面的猎人通常都会用散弹枪 就先从这种枪开始 但在那之前还需要一双手来堵住枪口 还要用组织代替胶 做一个枪手放在散弹枪后面 然后用人造手指堵住枪口 扣下板机 看哪边的下场比较惨 托瑞出手翻膜 制成堵住枪管的组织胶手指 接着倒入石膏等待凝固 剩下步骤交给凯利 托瑞与格兰到化妆品店 买材料做假人头 人体翻膜可不是一份好差事 格兰亲自上阵充当模型 托瑞先用蓝色翻膜材料将其包住 再往鼻孔插入管状呼吸器 然后就可以把石膏吐在他身上了 过程中一根鼻管掉了 给格兰的呼吸造成不小的影响 等待石膏凝固后 赶紧切割让格兰脱身 他差一点就要喊救命了 托瑞接着遵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配方制作 因此做出的假人头和假手 与人肉密度相同 把组织代替交人体放进冰箱冷却 回后头准备防爆箱进行实验 托瑞特意切出个警官窗 紧锣密布的改造货柜 格兰这边也在忙着制作防护装置 他负责制造遥控开枪装置 因为枪管可能会爆炸 肯定不能让真人去扣动板击 凯莉这边的两只假手有一只能用 托瑞的格兰假人头却出现了问题 没办法 只能拿以前的假人废物利用 又是倒霉碎的亚当模具 所有的道具准备就绪安放在货柜中 现在可以开始检验留言了 1号测试是把组织胶手指塞进枪管 结果整只手都被崩飞了 手掌炸开 只剩一小截手腕 枪管与枪手都好发无损 2号测试 用组织代替蜡做手 比组织代替胶坚固一点 结果手依然被崩洗碎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枪管变形了 有点效果 但没有卡通里那么夸张 这则练言要成针 必须符合三项要求 1.手指必须保持完整 2.枪本身要爆炸 3.枪手会受伤或送命 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 但是留言终结者怎么可能就此罢手呢 所以托瑞要实际测试 另一种常见的枪管做爱物 把枪口用泥土牢牢堵住 塞进8英寸深的泥土 会让枪管开花吗 枪手没事 但是枪确确实实都坏了 没有想象中 那么大规模爆炸 要像卡通那样 让枪管开花 必须得更卖力一些 最后要试的是塞钢铁 实行钢铁 还要把周围焊死 这次不信他扎不开花 焊死的铁条直接被射了出来 还不如泥土有意思 解密还有最后一招 在高威力步枪中 添爆炸弹 爆炸弹就是火药不足的子弹 因此射不出枪管卡在里面 这样一来子弹就会酿成大祸 这样总应该可以了吧 并没有 枪口鼓了起来 但没有开花 想要达到卡通中战效果简直不可能 留言完全破解 太难了 本期留言终结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对于晕船的人来说 除了药物 将药片也是有作用的 观察霍门的皮卡 觉得要比开着霍门的皮卡省油 卡通片中用手堵住枪口 让枪管炸开花 是不可能实现的 今天的留言讨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有趣且可惜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欢迎大家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